- 你今天這個look有什麼靈感? - 很可憐 - 我在香港是一個註冊社工 來到這裡我還未考註冊試 不過都想找回相關類型的工作 所以今次我去了一個精神健康的會所去見一個叫Officer的工作 工作內容結合了行政和帶領活動 今次已經是我第二次去這間中心面試了 - 我沒有上次那麼緊張 但我反而覺得今次的templator比上次少 可能大部分的問題我猜他今次會再問一次 上次我答得不好的地方今次再完善一點 - 我會收拾的 - 先進去 - 先進去 - 好吧 - 拜拜 - 那我找地方等你了 - 拜拜 因為我等pineapple已經等到很肚餓了 所以因此就來了teamportens 暫時這間都是我最喜歡的fast food chain - 因為其他的fast food chain - 如麥當勞其實是很怪的 - 但我上次來喝的咖啡也挺有的 - 所以我又來了 - 那我今次叫了些什麼呢 - 今次叫了secret menu上面的東西 - 我上網搜尋說原來 - 通常每一間餐廳 - 包括starbucks - 都會有自己的secret menu - 和secret drink - 但Tim Hortons也不來 - 而且他的選擇是很多的 - 那我今次就選擇叫了這個cret lemon raisin bagel - 有些提子干 - 之後呢 - 應該應該有pinaut butter - 對 - 這是pinaut butter - 菜單上面就像cream cheese - 似乎沒有pinaut butter選擇 - 其實他們有的 - 如果你是一個花生醬的愛好者 - 像我這樣的話 - 你都可以叫的 - 之後呢 - 另外就叫了杯cappuccino - 我上網看其實是有 - 只能加薄荷的 - 即是可以加薄荷的 - 但是呢 - 剛才那個cashier就看了我 - 很薄荷的 - 之後我就發現 - 可能那個secret menu有update - 也不懂 - 本來是打算cappuccino加一個short的mint - 但就沒有了 - 最後就是cappuccino - 但因為我呢 - 就對牛奶敏感 - 其實除了牛奶 Auch cream てhimen - 也很品的 - 都潺吩舊 - 那樣子 - 其實呢 Ignoreн - 還 lunch - 其實它都挺奶的 不知道會不會沒有咖啡味呢 還好的 是比較多奶 但仍然有咖啡味 我是要開始運工 但味道真的沒有很認真地運 我其實是一個熱語自然師 但我的牌子弄了很久都未到 其實所有事情都要有耐性 是要等的 例如我來第一星期的時候 下大雪的 本來就預約了職業 找人簽名 找職業公司去核實我身份 交出我的兩個ID 但因為下大雪 他就退職了職業 但其實這件事我未能理解 就是為何下大雪會退職了職業公司 因為這裡的人其實下大雪都要上班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有點特別 所以我又趁前一個星期了 就是電視訊號碼的 就是核實ID的東西 那兩秒時間 之後就核實完ID之後 因為早前已經考試了 其實我已經過了職業公司 之後就要再在這裡購買專業購保險 因為沿著治療師的工作 包括可能跟客人做一些吞煙的評估 中間是有點風險的 可能他吞錯誤 可能會令到他肺炎 甚至是可能會窒息 到今天呢 我終於有一個牌 他就寫個電郵 說你已經登記了 所以我想我今晚回家 都會開始找工作 應該坐13分 這個找工作是輕用Indeed LinkedIn 如果你是醫護 或我這類 Airline Health的人 即是醫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 都屬於Airline Health 還有這個原因 其實都可以在 如果你在溫哥華上找工作 你可以上一些醫院的網站 因為他們就不一定要閉嘴 是燃不燃的 很快我們就摘回Pineapple回家了 我們在家休息了一會兒 就開始煮晚飯了 PP飯局 是 Purple and Pineapple 我們那天真的穿紫色衣服 還有Pineapple 洗乾淨的頭髮 正常一點 今早去面試之後 就整個菠蘿 這樣 好啦 我們今天就 嘻嘻地煮了一頓飯 其實這個Pizza 都是在這個Safeway買 然後沙律菜 隨便 隨便烤個雞腿 就算了 我記得第一次interview的時候 是我陪你上去 是 我的印象很深刻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director 在電梯口裡 叫我打給你 去Reach你 帶你上去坐 因為她說 怕我一個在外面太冷 然後她還在電梯上說笑 如果你吃早餐先喝就會很不公平 所以你應該等著Pineapple 不如我陪她上去辦公室 即是她 叫她去洗廁所 她是跟整間公司的職員說 Hi everybody so this is our new worker who is going to scrub the toilet 這樣 真好笑 你第一次和第二次interview 其實有什麼不同 第一次我完全覺得 就是 don't stand for a chance 這次是 自問自己是有進步 進了零 就 是 就是這樣 兩次interview的分別 就是第一次坐在那裡 是三個人 第二次呢 是 多了一個 是四個人 但是中間換了人 但是呢 是完全同 我想像中在加拿大interview 就是她 真的很office 這樣做一個interview which is given 她的centre 是很 很放鬆 很chill 也不停地問我 你會怎樣做 例如呢 有什麼situation 大家都不想洗廁所 那怎麼辦 Orientation 你怎樣involve the member to participate 那你怎樣回答 嗯 好 商業機密 哈哈哈哈 知道了 以後 多了個競爭對手 哈哈哈哈 或者被你流出 有什麼人說出來的 就是 這集是 技巧上的東西 這個東西 當然固然之都感到 不過 嗯 很重要的是 是 那個態度 就是 我想 我猜 其實我還沒得到 我還要教你 做什麼 現在是一個失敗的 現在做的時候 可能第一步是這樣的 之後如果真的 事情不如意 我就會再用其他方法 嗯 就是有一個back up plan ok 那除了她問你一些情景題 還會問些什麼 你的teamwork philosophy 是怎樣 她問你 就說 我以前的經驗就是 在social service的area 我覺得 都要跟同事有個真實的關係 都是一件好事 就是 如果全校公事公辦 其實 不知道 就是在香港 我也很少想做 就是同事之間 都要互相看著對方 就是有什麼 互相部位 其實是會比較好 那你有沒有叫你自己介紹呢 上次有 上次有 直接單對進 是什麼樣子 你這樣 get excited in this position 香港通常是group in 很少 寫的 很少是individual in 通常 那些post也有很多 競爭的 所以一次就有很多人 嗯 但其實是逐個見的 不是逐個見 四對一 就是 就是 可能是一個director 就是四個 participants 就是 對 這裡就是 四個interviewer 對一個interviewee 嗯 比較 真的意想不到 嗯 他們會跟他說笑的 就是 就是 嚇一跳 無緣無故說一句笑話 誰洗廁所 就是 誰其實最喜歡洗廁所 不是沒有人喜歡洗廁所 這樣 因為會說笑 就是 會令到氣氛是relaxing 一些的 講開資源那樣東西 嗯 就是會 放很多時間去interviewee一個人 用了九個字 嗯 香港應該三分三個字 就走出來 真的 真的 哭出來 真的 就很難 如果你本身是很怕interviewee 那就是一個噩夢 一個九個字 的噩夢 如果他第一次職位 那個人覺得不適合他 然後就叫他第二次interviewee 不是啊 是我第一次的 都不是啊 如果你真的很差 是不會 邀請你去第二次interviewee 是的 他第一次interviewee 然後就 那個director覺得他不適合這個position 就叫他第二次再上去interviewee 找第二人再跟他面致 然後呢 我以為已經結束了 因為上次已經見過一大堆人了 那第二次interviewee 我以為已經可以決定到這個candidate 是否適合 誰知道呢 應該是再多一次的 再多一次interviewee 再多一次interviewee 做事是practical來的 就是要實戰的 是很好奇 是很好奇 究竟那個practical是怎樣 就是 可能我是第三者角度看 我會覺得 好像挺有橫的幾分 但其實可能他很大壓力 只是單一就是大事 大家都 不要說是一個 畢業就是這樣 我聽不到 你問一下朋友 interviewee是怎樣的 很簡單的 真的有很多 都電話就這樣 interviewee 也是這樣 有zoom in person 也有 但他們也喜歡做practical 就是喜歡實戰 就是 我朋友也是 言語治療師 然後他就是面試 見一份言語治療工 他是要現場 立刻去 跟一個小朋友 去做治療的 因為整件事 是很突然 跟著叫你 隨手拿起玩具 就立刻做 其實都會挺驚慌的 我覺得整件事 可能是三個錢的 我的session 我覺得這件事 都頗特別 香港一定不會 如果你是做 對人服務的工 可能他會 叫你即時去實戰 也不一定的 還有 他可能隨時無緣 打電話 就立刻interviewee 他未必會和你 schedule一個時間 那你 一apply了 其實你要立刻 可能你做準備 就立刻做準備 他一打來 他就說你現在行不行 我已經立刻做準備 這樣 我這個也是 我interviewee 不會有一個禮拜 給你去準備 通常都是今天 發 email 你明天行不行 沒錯 其實整個 都很多地方 很多不同的小區 所以呢 我們的策略 就是找了公司 最後才決定搬去哪裡 一整年之後 終於拿到我現語資料 那個registration 對 頒獎 頒獎 炒位 肉鬆大哥有一點洋水 還有因為已經 即是 即是 我們未達到任何東西 我們已經偷吃了 有沒有肉鬆在這裡 沒有啊 地址 對 是我偷吃的 肉鬆大哥的TNT買好 很貴 3元加一支 即是18元港幣 一個 即是 我不是偷吃了很多 大家不要誤會是一個圓形的蛋糕 是半個圓形蛋糕 是這樣的 18元港幣 但這個粥鬆大哥 不是我 想吃的那種 是有少少不同的 不過都還好的 挺鬆軟 我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鬆軟的程度 哇 冬多密 究竟Pineapple 最後有沒有獲得 job offer呢 我們下回分解 如果大家對我們 在加拿大的生活 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 留言 按讚 拜拜 拜拜